我就是负债1480万的湖北荆州人 在广州奋斗了二十几年 一直做涂料行业 做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 到今天成为私信人 你知道吗 自从破产负债以后 我深深地体会到 什么叫水深火热 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负债的压力 压得我惨不过气来 吹载的电话 也不断地打扰我的亲戚朋友 感觉走到了冲突末路 现在我决定调整自己 放下一切 只要大难不死 就往死里去干 我目前虽然没有钱了 但是我接入经验 我有阅历 我相信 我一定能够东山再起 在这里 我给大家一个忠告 如果说你负债了 千万不要负能量 不要陷入内疚 懊悔 自责 抱怨 必须要学会调整自己 什么叫做出路 出路 就是你要走出去 摆脱现在所谓的圈子 走出去了 就会有路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消极 兄弟们 人只要活着 负债算什么呢 我们一起加油 五个加油 赢回来 你 咱们 匕交